今天我們繼續來研究 策立自他一切人等痛念無常歌 也就是辛池的法醫教授 我們上回是第五個祭誦 今天是第六個祭誦 自念尚且不死故 忙於無盡現事業 可謂研磨忽現前 宣佈死期終將臨 這什麼意思呢 它的字面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一般人 大家每個人都會覺得 我還不會死 心裡都知道人有一天會死 但是起碼現在我還不會死 我還不會死 這樣子 不大確定 認為自己現在還不會死的成分 就是蠻高的對不對 你信不信我們大家來舉手調查一下 認為自己等一下要死的舉手 沒人舉手 認為等一下五分鐘後還會喘氣的舉手 大家都舉手對不對 證明這句話都會認為我還不會死 是不是 所以我們總是積積穎穎穎 今生好像沒完沒了的規劃 活動 要計畫要去做這個要計畫做那個 等一下要忙 我明天幹什麼 後天要去外縣市 然後又要去出差 我這太忙了 我這行程太滿了 做老闆的說 你跟我約 你跟我秘書約一下 排個行程好不好 大家吃個飯 吃個飯一邊吃邊談 對不對 無盡的 縣市的種種業 非常忙碌 有錢人也忙 沒錢的人也忙 健康的人也忙 生病的人也忙 老人也忙 年輕人也忙 好多人都這樣 老人怎麼樣忙 老人都已經 有的都已經老到 行動都已經不方便了 整天坐在電視機前面了 他要怎麼忙 他無事忙 沒事也忙 忙著煩惱這個孫子 煩惱那個兒子 煩惱怎麼天氣 怎麼變陰天了 風很大 無事忙 自尋煩惱 我們學佛的老人比較不會 學佛的老人生出智慧來了 是不是 你說像這種夜席 都根深蒂固 同修寫一個老人的名字 他說夢到這個老人 就是境界不好 我跟他回這個 我看你這夢境內容 這個老人境界不好 煩惱執著心太重 他說報告上是這位老人 名字 他已經捨爆了 我說一樣啊 捨爆了以後 煩惱執著心太重 境界不好 活著死了都一樣的 你有修就好 有境界就好 沒修沒境界 活著死了都不好 一樣啊 通用 所以這個就 你看我們上一次的寄宋 是什麼呢 呼召可畏研磨逼 我們忙很多的事 做很多事的時候 好像都有計劃 有流程都規劃好了 忽然恐怖的 研磨死主來逼你了 來逼迫你了 研磨死主了 在祂的力量驅使之下 你身上不舒服去檢查 大家就叫你了 118號 我就是 你拿著肩膀卡進去了 他說 先生你這個好像是癌症喔 研磨逼你了 有沒有覺得好多人跟我講 上次我那天發生那個車禍 好險 上司三保加持 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弟子能夠平安在這裡跟上司報告 那一刻我覺得離死亡好近 對不對 研磨在比擬了 好近 平常都沒有覺得這麼近 還有這個 有的離開這個 得過心肌梗塞的人 心肌梗塞怎樣 慢慢就不舒服不舒服 人就沒有意識了 昏倒了 昏倒有兩種 第一種趕快送到醫院 祂就跟你說救起來了 讓我們給你裝了心導管 以後你要長期吃藥 吃那什麼藥 吃多久 一輩子吃 因為心裡面加了一個管子了 這個心血管加了一個管子了 是不是 第二種 第二種他就出來跟你說很抱歉 是不是 這叫研磨逼 死主研磨 一步一步的在逼腦裡 用各種方式 然後我們自己被逼了以後 就是進入到今天這個祭誦 這個就不叫研磨逼 叫做什麼 可謂研磨忽現前 恐怖可怕的研磨始祖 他不是逼了 他現前 死其道了 這個祭誦 次第是這樣 觀音山會員專屬 聆聽慈悲龍德上師 完整長篇佛法開示 掃描QR Code 或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登入觀音山會員中心 即可觀看 立即訂閱觀音山龍德上師YouTube 就能收到最新龍德上師 顯密佛法開示 及直播課程通知 請해제 49 33 31 31 33 33 感谢观看